这我俩就坐这刚才跟大伙说的话 这我栽的花 这个是买县城的这两盆 儿子买回来的 我栽的 这个是那天买的苗吧 我栽了两棵 完了这是屋里的兰草 我这是咋打算的呢 这个我冬天时候就整盆搬屋去了 这兰草它冬天也过冬也活 完了这个明年 它长大了明年春天再直接搬出来 添点新土就行了 这两个是这么打算的 其实个难得呀 难得清闲的 草会得捡了又长高了 猴哥又躺下了 享受一会儿吧 这刚才还捣弄土的搓土的 这看我拿手机 这响给录像了 对你就给这歇一歇吧 看个视频 对看个视频 看个自己 点点赞 给自己点赞 对给自己点赞 多伦多元宁猴哥 发出去了 刚才那个 这两天这视频也不咋的了 剪辑可费劲了 就是慢 这剪辑软件 我使剪映也使不习惯 它倒不出来 不知道咋的事 您小左他们使剪映可好使的 这大姑说呼羊肉呢 啥时候呼啊 大姑猴哥说呼羊肉呢 架大木头 这帮孩子都等着他呼羊肉呢 呼羊腿呢 我这儿子买回了一个自动检炒机 我觉得这东西不能好使 你说不听 你说吧 好像这佛了这个孝心似的 你不说吧 你觉得这东西你说900块钱 不好使用两回又扔了 这草两个检炒机蛮够用了 就是这个电动的 换电磁的我也能剪 这孩子他就不听话呀 就给你往回买呀 硬不要吧 还不好 你说要了吧 这心里头真是不太舒服 你这东西不好使 你变变咚咚咚的 他在卡哪块什么 卡坏了 憋坏了 烧坏了 这买回好几天了 一周了 没打开 我心这商量哄的能不能退了 那天跟隔壁姐姐唠嗑 姐姐说孩子给你买的 你就不能那啥 你就得要 你就得留下 这自动检炒机这么点 我觉得这严谨那草地啊 都是平整 没有啥障碍物的 我们家这草地要猴哥堆的 搭在一块呢 哪块都是障碍物 这自动检炒机 它就是走不寻 走不全 你看它堆的 这块一个梯子 那块一个铁皮 那块一块木头的 不适合这自动炎炒机 我那天又买了两盆花 掉的 这一个是花了 这盆是多少钱 22块9毛8 没加税 这个 这个便宜 这个是 这16块9毛8 这加税也加你20了 这个盆小的 这外边这两盆花 这现在旱不下雨 下的雨也不管用 天气浇水 昨晚回来 查控我就浇了几条水 这个有点缓过来了 这个玻璃脆 这不网友们 朋友们 你们看前段时间 还有朋友说 你没有去年的茂盛了 没有以前 我这上点花肥 你看它又有点缓过来了 花开的多了 叶儿绿了 肥厚了感觉 前几天摘的 你看这一棵草 一到夏天呢 我就整点花 我就心情大好了 这开 等它整满盆了 搭了下来就好看了 这都是石头盆子 这石头盆子 石头盆子啊 都是后个干活时候 因为客户家 重新装了园林 不要的 然后捡回来了 我喜欢这种石头盆 这几个这都是 这些盆子都是 这个裂了 这也是 这两个盆也是 那年给一对年轻小夫妻 手势院 完 他俩不要又冷 我说你别冷 给我吧 我往后边搬车上了 这两个这是一对的 这石头盆子都挺好的 现在买也挺贵 好像得 得个七八十块 家园一个吧 这个土啊 我没换 这个土有点问题 太蓬松了 所以就很容易风干 你看 我在边上点小花 这都死了 这摆下了 这一棵花苗 四块九毛九啊 这是那回隔 那个 在米尔顿那花铺 第一次我买花 是我买的 四九九和人民币二十五 你看 这花死了我可心疼了 胡哥这一百块钱酒 一瓶子大了 我一点都不心疼 完了这花要是死一棵呀 我可心疼可心疼 那天一看这花死了 哎呦 心都揪揪起来了 盆也有问题 这个为啥呢 是吧 这底不行 哪天我得挪出去 它底透气 透气这花就长不好 你看 这花我觉得 三十几天 缓的不好 这个苗啊 虽然是没死 但是这个土 就是水分流失的特别大 看这那天浇的水 这又有点干了 这种盆在花 这木头呢 就得瓶子浇水 要不知水分流失就没了 花就受影响了 这花苗啊 我那回在那个 北威文的帽里买的 9块9 一盘 10块钱一颗 这是两颗 你看得不起眼 这一盘 造价比买现成的还贵呢 这一个4块9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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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 2 3 4 5 这5颗 这都是4块9毛9的 这就5块呗 55 25加元 完了还没加税 再加上20 这45加元 这就没加税的 45加元 其实要花45加元 能买一盆挺好的了 但是我就喜欢呢 喜欢自己栽 喜欢自己搭配的这种 鱼片呢 草长挺茂盛 这昨天是前天回来 我插口 我给它 薅了一下 把这个砸草 这也是不少砸草 这都是 你看这 薅完了 我这根扔这了 再捏一捏的 猴哥 猴哥那什么 摘上那个垃圾站 扔那个草木垃圾 我就把它扔了 这都没薅完 还得插口 还得薅 你看这砸草又都长起来了 这块有两颗勺药呢 看打咕头了 这两颗勺药 我就浇水浇的不及时 所以掌势都有点受影响 看 马上就开了 这哪天开的时候 给大伙露露香 这都是原来房主栽的 他这一片原来 打理的非常好 还有那些石头呢 那个甲山石啥 你看那都有 这来了以后 我们没时间整 原来的房主他就没整 这最早先的房主 打底打得好看 你看这个是我那天 又买了几颗花苗 上那个扣斯购 我栽上的 这个屋里 拿出了两颗兰草 这个也是 这个是第一次 在米尔顿买的 那个小搭配的小花 你看这些小花 这是年年生的 叫啥名我不知道 但挺好看 你看家长这绿草里头 是不是挺好看的 自己路生的 这都是没打理这个地方 也不浇水也不伺候的 都自然生长的 猴哥又整几个大木炖子 搞着了 看 人家出去玩去了 自行车绑车座上了 还背的两个是什么东西 划草的鸡 还是划啥鸡 这两个是猴哥栽的 栽的 栽的盆里 这也是客户家不要了 他觉得愣了半下 往他挖回来了 他就好拎回来 拎回来 拎回不大小苗 插盆里就活 这个我都是经常忽视的 那个浇水 你看 我现在过段时间 不行给他挪到地里了 因为我一望浇水 这花慢慢给死了 但他特别一批 你看 看这土 嘎嘎干了 刷刷干了 就把这个浇浇 看这土干了 也不是好土 我那些年也是在老房子住的时候 有时候干活 客户家不要的花 往往就捡回 都破不样样了 我给点土 给点水 就长出来了 这颗烧药也是前段时间 那个给客户家铺桃皮 他不要了 两颗烧药 完了挖回来一颗 那颗何大哥挖走了 这颗是紫的 你看一大咕多了 马上就开了 今天我这是得出点鲜功夫 个院里走一走 其实这院里还有老多活了 都没收拾呢 那些杂草啥也长出来了 就是杂物太多了 这个凳子对 还有网友问 这个凳子刷油漆 后哥搬到门斗里了 在那儿呢 给看看去 放在这儿了 这一直没时间搬下来 我说你搬下来 还没空 在这儿呢 落一下灰 这都是那个干活时候 捡的凳子 往他回来 他前年喷的漆 这是老房子 八十多年的老房子 这是我们的家 圣诞节时候 这可能是神兽整的 白花木 绿松枝 往上面产点圣诞的彩绸 也挺好看的 也挺好看的 现成那花盆 老婆哥去 又给他睡着了 睡吧 好用歇一歇了 歇一会儿 一会儿还得出去 我也回屋里干活去 睡着了 好用歇一会儿 好用歇一会儿